我有個粉絲我都沒有空回覆他 打電話當然給我突然 今天我三個粉絲被我突然說 都不止三個還是四個 都是那些一卵嘴問話 我報上個名字我再說一次 屌你老母,邱浩熙 剛才他拿來聽我去說 我都比較斯文閒氣,沒有屌他老母 我認為WhatsApp人話打電話給人 不介紹自己 是沒有爺生、沒有吵架 衰女的藍絲、衰女的共產黨的行為 是一個屌你賤人之中的賤人 如果你說聽我的節目 還要說,我有聽你的節目 我每次都聽完 竟然WhatsApp我 發電話給我 我仍然到今時今日 不會說自己的名字 一卵嘴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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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回答你也有味道 屌你老母 第二,你正常人味 我當你聽流 你不要說什麼了 我全名了 你好,我姓王 那我也算了 黃小姐,我會再問你怎麼稱呼 我姓王,我就是火力了 問得你怎麼稱呼 當然是因為你屌你老母 要回答某些事 陳頭 屌你怎麼用我的名字 屌你怎麼用我的名字 大家作為朋友的名字 都不見得人嗎 你真是一個有爺生 沒有人教不懂聽 快點離開吧 屌你老母 是吵架 衰女的共產黨 衰女的黑警 絕對要屌你 絕止絕孫 屌你老母 我兩歲 兩歲 回到學校都會說 我叫馬建賢 我住在土瓜環 是不是 幾十歲 我吵架在節目中 都不知說了幾次 吵架 還有 是WhatsApp 不是打電話 那些我都睡著了 算了 有些老人家 找我是老人家 來做藉口 去吵架解釋你的愚蠢 其實你不是老人家 你是一個不肯與時並眾的廢佬 我老母八十歲都會WhatsApp 你老母 全部找一隻口給自己